今天請來疑科專科醫生 曾詠欣醫生 來講這方面的問題 多謝曾醫生 你好, 曾醫生, 你好 女性第一次做媽媽 當然非常開心 但同時也有很多擔心 尤其是嬰兒體重的問題 我剛跟我說的朋友 他剛生完嬰兒 嬰兒體重不但無聲, 反而不斷跌 他剛開始哭了 這方面是不是很值得擔心? 是, 首先, 媽媽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是非常常見的 我們俗稱這個情況是收水 是 因為嬰兒在媽媽肚子裡 大概有九個月、十個月 他會有水腫 所以頭一個星期 有手綁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 而且視乎嬰兒吃什麼奶 如果他吃奶粉的話 我們可以接受嬰兒 讓他出生體重, 大概輕輕五% 是, 如果是吃人奶的嬰兒 我們可以接受到輕輕十% 因為奶粉通常會增加肥 增加多一點肉 是 原來如此 有沒有嬰兒生長的標準範圍 例如滿月的時候 嬰兒要多重呢? 有, 我們可以參考圖表 有分男子女子的圖表 通常我們會看嬰兒 她出生體重是多少 她說當嬰兒出生是男子 她出生是三公斤 其實大概是這條線 我們期望她滿月大概圓在這條線上 其實笼統一點 大概重0.5公斤以上都是標準的 我看見女子也差不多 其實是嗎? 是 大概也差不多類似 沒錯 但我看過男子升得比較快, 是嗎? 會的… 男子的體重普遍會增長得比較快 但是這樣, 我曾經醫生 如果小孩生長得很慢、很韌 你看看吃奶粉會比較重 要不要讓他轉一轉奶粉呢? 通常我們不會這麼急 馬上叫他轉奶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問一下 究竟嬰兒吃的餐數 有些媽媽可能餵的餐數太少 是 可能正常初心 我們應該要吃大約七、八餐 他原來餵只有五、六餐 對, 又或者每餐吃的份量太少 我們要計算一下 如果發覺嬰兒在奶裡可以調節 其實可以先放心 是 但原來他們餵得對,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看幫嬰兒做個檢查 會不會有生理性、病理性 我們要考慮 如果真的要, 我們會再做一步檢查 例如要驗血、驗死便 是 對, 正如醫生所說 如果真的檢查過了 醫生證實了他真的在增長方面 不斷下跌的體重的話 醫生有什麼辦法幫助媽媽呢? 是, 如果我們排除了病理性的原因 通常我們會找營養師幫忙 我們可能找營養師幫忙計算 寶寶可以吃奶吃到多少份量 又或者原來寶寶已經吃了很多份量 我們就會在奶裡再加一些營養素給他 我又有一個問題想問 因為現在很多媽媽都想餵母乳 但餵母乳又會擔心自己可能餵得不好 然後容易有乳腺炎 是否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對, 其實挺常見的乳腺炎 但大部分都是輕微的 大家又不用擔心 美莉, 你有遇到這種問題嗎? 其實我當時也很害怕的 除了痛之外 還要派無奶給女兒, 這是最擔心的 我當時也試過有一段時間 少許發炎, 發了幾天 真的吹一吹, 碰一碰到 已經很痛, 痛得很厲害 但當時我的醫生建議我 你不要停, 反而要繼續讓孩子捉 讓他暢通 真的捉了幾天後又會好一點 是否也是對的呢?這個方法 是, 絕對是正確的 為什麼會有乳腺炎和乳腺炎是怎樣的? 好, 我們看看圖 乳房分為不同的組織 這裡有些叫乳腺小葉 其實就是做奶的地方 是 你看到有很多 做完奶後, 會經過乳腺 到乳豆位 乳豆位就是儲奶讓孩子捉 當孩子捉, 就會清空奶 小葉會繼續做奶, 這樣製造出來 但乳腺炎其實是什麼呢? 輕微的乳腺炎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失奶 可能因為遲了吃奶 將奶滲留在乳腺管裡 令它有痛脹的感覺 透過胃部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會失奶? 你說它的奶不出,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多數是遲吃了 遲了 什麼遲吃了? 就是說平時應該兩三小時餵一次 媽媽看她睡得太軟 不敢吵醒她 到四、五小時才吃 她就將差不多兩頓奶 混合在一起 就會脹得很厲害 就是說不要管她 她睡得軟軟軟軟, 炒醒她吃 是的, 時間就要吃了 就是時間到她睡, 或者我自己也很睏 過了時間, 反而就會變成發炎 之後我就知道 培姨姐姐教我 就算你不想叫聲也好 你覺得真的脹了, 夠奶 寧願封出來 對, 也對 也是, 放進去 剛才也放進去 沒錯, 坐著她下次吃 對, 但如果真的乳腺炎 去到沒有多嚴重 就真的不能餵寶寶 其實看媽媽的感覺 如果媽媽真的覺得很痛 其實有時候真的餵不到 但是我們也要找方法去清空 可能媽媽要找方法去止痛 例如用冷敷, 冷毛巾敷一敷 甚至吃止痛藥 舒緩了痛的感覺 如果她也會覺得很痛 甚至很紅 發燒這些, 其實有可能 也要找醫生看 去吃抗生素去解決 我想知道, 人們都說 你餵人奶的話 你吃什麼, 鞭是吃什麼 是 如果止痛藥吃了 人奶會不會不可以餵給鞭呢 你看看哪種類型 其實大部分常見的止痛藥 甚至抗生素醫癒腺炎 都可以繼續餵寶寶寶寶寶 不如教教家庭觀眾 如何預防有癒腺炎呢, 鄭醫生 好, 首先要定時餵步 真的要 她說寶寶, 兩小時吃 就繼續餵兩小時 千萬不要拖延時間 第二, 媽媽要先放鬆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很怕自己不夠奶 壓力很大 休息不好, 其實也會影響做奶 壓力也構成乳腺炎 會的, 因為會比較容易 令做奶的方法不太好 是 就會減少母乳 令會有失辣的情況 是 那時候還有做一個方法 就是餵阿B的時候 用不同的方向去餵下 是 令乳腺可以暢通在不同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有用? 有用, 絕對有用 有很多我們叫什麼 籃球式、前胃薄 都有分別 因為可以絕到不同方向的小葉位 剛才那個圖也看到 是 另一樣, 媽媽也擔心的是 什麼時候說話 尤其當那些… 蓬公、爺爺 他們說一歲了, 應該會叫人 叫爸爸媽媽 如果你的那個還沒認識的話 你就會擔心 是 會有比較 或者真的擔心寶寶寶寶的發展 會不會好 其實應該多大 要認識到叫爸爸媽媽 或者一些單字呢? 如果我們算有意思 因為很多時候寶寶會發一些媽媽媽 July 其實不一定很有意思的認識 如果我們算有意思 他真的看著爸爸說爸爸 大概就是大約最早就一歲左右 會有這種心 但是你說遲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常見於15個月 過程都會可以說 reply幾個 其實最後一個我覺得挺嚴重的問題 就是總是講求我的小孩子學習晚après 想問小孩子開始說話、喊人 發聲的標準 跟學習馳緩的關係大不大? 有關係, 學習馳緩 我們分大約四個範疇 剛才我們剛說的語言是其中一個範疇 還有三個範疇, 包括大肌肉 小朋友什麼時候會學習、學習 這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他的小手指 什麼時候可以拿小小粒東西 拿小餅, 用筆筆 拿東西也算嗎? 對 我們叫小肌肉 是 第三方面就是社交 就是跟人溝通、互動的交流是怎樣 計算語言四個範疇 我們籠統就叫做學習的方向 即是隨便一件事不齊 都不可以叫做學習馳緩 齊了才算數, 是不是這樣理解? 我們可以獨立計 就是說如果肌肉全部沒問題 只是言語慢, 我們都會叫做言語馳緩 對, 但如果我們說學習馳緩 就可能它不止一個範疇 有幾方面的問題 今天相信很多新手的父母 都應該聽了很多資訊 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自己的囝囝女兒 今天謝謝曾醫生的講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找回相關的專業人士 還是說完畢了 我們有一定的一部 今天這期會 再近一點 就算下興趣 我們過了 我會見到這裡 我會見到這裡 你們就會跟我們 我們一家 吃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